今年一段时间的英国国因为暖冬的关系会期演奥 所以在那一日八年三个月可以说是收贵最好的时期 其中有一间油漏风就来推测暗时收英国外党 在那红区来五千丈的英国手 打配到五岁十岁的电工 也做成浪漫气昏的环境 也和UK有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是几点就出门 六点半 是为什么怕塞车 怕塞车这样 从院里来到这边大概开了多久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所以比较早出门没有遇到塞车 八重鹰的部分已经进入盛开期 从现在开始的一周期间都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极野鹰的话已经开了差不多五六层了 那还有一种粉红色的富士鹰它比较晚一点 它会在三月份之后才会盛开 所以从现在开始连续两个礼拜都是上鹰化的一个最佳期间 除了这次上鹰会 日外谈一间娱乐区 开放夜间上鹰的活动 搭配五彩变分的律师典公 提供浪漫气分的环境 我们每一棵樱花树下都有一个 它专属的一个spot light 那南上五颜六色的这样子的一个灯光 搭配音乐创造一条一条的那个樱花光栏 还有这个樱花林里面的这个特色的一个灯光 创造一个灯光美气氛家的一个赏夜音的一个氛围 这年美类浪漫的夜音环境来自台南的民众 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女朋友来求婚成功 收到现场的UK祝福 因为我们喜欢她喜欢樱花 对然后就觉得夜音还蛮浪漫的 所以就想说在这边刚好可以求婚 那你至少满不满意? 满不满意 对这样子的一个求婚的方式 还有这个地方你觉得怎么样? 还蛮好的 灯光还蛮美的 然后搭上樱花就蛮浪漫的 日子白年加日外谈出现众多的相应人条 虽然未来一星期时间来 有三种烟花六少来先开 不过对着天气温暖 民众太爱把握机会 既就欢迎婚插风报导 1 2 5 6 6 7